我們接下來講這個web development 那什麼是web development呢 web development通常泛指的是 就是我要build up一個網站這樣 那這個網站它可以serve一些web pages 或者是一些相關的resources 那這樣我們就通常稱為是 所謂的web development 那這個你要build一個網站 當然就有一些code要寫了 對不對 那這邊的話我們可以把你要寫的code 分成兩大類 第一大類是你有一些code 基本上寫出來之後呢 是run在所謂的client side上面 也就是你的browser ok 這我們稱為是所謂的frontend development 那另外一種code呢 是要run在server上面 ok 那這些code呢 就是去你要寫呢 在寫這些code的過程呢 我們就稱為是所謂的backend development 所以你會看到說有些人 這個他是在做這個網站 他會說我是frontend engineer 我是做backend這樣子 那大家會知道說 他們基本上就是寫一些code 是要run在browser裡面 或者是寫一些code 是要run在server上面 ok 那這個run在client這個code呢 要做什麼事情呢 那這邊我舉幾個例子 比如說你的code呢 可以決定這個 你的這個網站的每個網頁 要怎麼樣呈現給user ok 那有時候不只是呈現 你還可以跟user互動 比如說他按下了這個button之後 他選了這個選項之後 那按下submit 那這個時候要做什麼事情 ok 那比如說我們舉例 你可能有一個網頁有一個login的function 那他輸入了這個使用者帳號跟密碼之後呢 當他按下login的時候 那你可能呢 可以除了你的網頁可以改變 比如說你可以改變你的網頁變成說 正在loading 或者是說please wait 那除此之外呢 你還可以跟其他的machine做interaction 比如說你可以 額外的呢 送一些request 給你的server ok 或是給其他的server 那server side的code 大概做哪些事情呢 我們這邊也舉幾個例子 比如說 當然啦 這個最明顯的就是 他要handle 你這個網站 各式各樣來自全世界的user 的request 對不對 因為這些client 就是送這些httb request給你 ok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就是一個server 那他必須要面對 來自全世界所有的client ok 所以這邊寫的code 就是你可能要handle的 不是一個individual user 不是只跟一個individual user 互動 那是你跟 你所有的這個user 互動 那這邊你可能 比如說就會牽涉到一些事情 因為你可能會希望記得這個user 或是記得他的某些動作 對不對 所以你可能會舉個例子來 比如說你會試著要去store一些data ok 比如他login的時候呢 或是他sign up的時候 你可能需要記一下這個user的帳號 對不對 好 那還有另外一個呢 就是當然你這些handle這些request 無非就是要去response 你的client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試著去response 你的client 可是你在response的時候 你可能可以 好 based on你這個網站 你可以去做一些 所謂的personalization 我舉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 如果你你的網站呢 好 有分成行動版 跟這個桌機版的話 好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發現你的client呢 他的request的來源 是一隻手機 而不是一個PC的時候呢 那這個時候 同樣的resource 好 那你可以跟他 你可以load 你同樣是回給他這個text 寫些html的content type 你可以給他的那個網頁的內容呢 是行動版的這樣子 好 而不是桌機版 因為桌機版的話 在這個這個行動版上看的話 螢幕太小了 OK 你可以給他一個不同版本的這個 這個內容 OK 那這個就是這些東西都是client side 可能必須要做的 好 那目前的話 我們這本課呢 我們先focus在client side的develop 好不好 到了其中的時候呢 我們會花幾個禮拜的時間 講server side的develop 好 那我們就先focus在client side 好不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當我今天假設 我送了一個request過去 然後呢 你的server做了一些事情 response了一個這個page 那我拿到了這個server的response之後 我也把它的body parse出來 變成一個page 然後真的開始呈現之後 那我到底可以寫什麼東西呢 好 那其實就是我們來看看webpage 可以寫什麼吧 對不對 好 那等一下我們會看實際的例子 好 那我們這邊呢先簡單的介紹一下 就是說 在一個webpage裡面呢 好你通常會看到三種東西 好 第一個呢是html 好 這我們看我們講過好幾次了 對不對 好 那第二個呢是css 第三個呢是javascript OK 好那這三個language呢 好像看起來好像很複雜 對不對 好一大堆這個名詞的縮寫 不過其實呢前兩個 其實是很簡單的 只有最後一個javascript呢 是比較general purpose language 就叫你學c啊 或是學c++ 不然前兩個呢都是所謂的special purpose language 就很好學這樣子 好 那他們的purpose是什麼呢 好 這三種language html css javascript 他們各自有他們的目的 好 那html的話呢 主要的目的就是define 這個webpage的content 以及它的structure OK 內容是寫什麼 比如說nodejs 我們剛剛看到 它裡面有一句話 對不對 比如說nodejs 是一個javascript container blahblahblah 那這個內容寫在哪裡 它就是用html寫的 可以嗎 那你還會看到說nodejs 有分段對不對 有title 有第一段 有第二段 那這些段落呢 也定義在html裡面 可以嗎 所以基本上html就是定義說 這個網頁呢 內容 跟它的結構是什麼 好 那css是什麼呢 css的全名是cascade stylesheet 好 那cascade我們先不要看 好 你看裡面有叫做style的字 對不對 這個style基本上就是 所謂的這個 visual looking 好 這個意思 那基本上它就是掌管 就是說 比如說第一段 的字 大小要是多少啊 好 那這個網頁的背景要是白色 還是黑色呢 好 那 某一個裡面的段落 它到底長度 寬度 那line high 就是每一行的高度要是多少呢 好 這些跟視覺有相關的 那 主要就是由css 來負責定義 ok 所以css是一個specialized language 去定義 一個html 有了內容之後呢 那個內容的visual looking 就是看起來要是什麼樣子 可以嗎 好 所以html是要寫什麼 內容是什麼 那css 這些內容看起來要是什麼 好 那javascript是什麼呢 javascript 主要就是掌管所謂的interactions 什麼是interactions呢 比如說 你的這個內容呢 裡面可能會 像剛剛講的 就是有一個button 像一個 一個 一個login的頁面 他可能需要有一個login的這個按鈕 對不對 一個sign up的頁面 他需要一個sign up的按鈕 OK 好 那 也有可能是 你這個在sign up的時候 你需要user填一些東西 對不對 好 那填一些東西的時候 你需要userinput 所以你會有一個textarea 你會有個textfield 讓他可以input東西 對不對 好 那這些東西userinput完了之後 按下這個按鈕之後 發生什麼事情呢 那主要就是靠你的javascript去寫 就是說 如果今天button被按下去了 那我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你可能會說 喔好 那以login來講的話 就是好 那我去把那些textfield 或是textarea的內容 把它整理起來 然後包成一包這個文字 然後把它送一個request 給server OK 那把它存起來 那這個時候可能是用put 或者是用post這個method 對不對 好 那也有可能呢 在按下那個按鈕的時候 login的按鈕的時候 你可以做一些檢查 比如說你要他 這個輸入login的時候 要他登錄這個 這個帳號跟密碼 對不對 那可是這個帳號呢 基本上你預設 他是這個email的格式 這個時候呢 你的javascript 可以把那個帳號 user輸入的那個帳號 去check 他是不是真的是個email 比如說是不是有個小老鼠 OK 小老鼠後面的domain name 是不是有點 OK 他們亂填 OK 那如果有亂填的話 那我就不要送request 對不對 我要 可能要改變我現在的畫面 然後把那個輸入帳號的地方 框起來 或是變成紅色 然後告訴使用者說 這邊呢你填錯了 你要不要再double check一下 OK 所以javascript它的用途很廣 它可以改目前的頁面 它可以甚至改到目前HTML的內容 也可以用程式去改CSS的內容 所以原本顏色可能會變 OK 那它也可以在背後呢 跟其他的machine做這個 跟你的server做interaction OK可以送request 那把request得到的response呢 加到目前的內容 或者是叫user呢 開另外一個網頁 導到另外一個網頁 通通都可以做 OK 也就是說 Javascript呢 基本上 負責 就是這些code呢 是負責 跟user 去做interact 去因應它的一些行為 然後看看怎麼樣改變page 來改變這個 css 甚至偷偷的去 不是偷偷 就是 甚至是 跟這個 跟這個server呢 去要額外的東西 可以嗎 可以齁 好 那 Javascript 是一個general purpose的language OK 它的寫法 看起來就像是你在寫這個c 或是c++ 一樣 或是java一樣 OK 所以它的用途呢 其實蠻廣 那相對來講的話 html跟cs 就是special purpose language 所以他們很好學 基本上就是一些markup language 而已 那我們等一下會看到 好不好 那 Javascript 這邊呢 因為它是一個general purpose language 所以它其實學起來就很像你在學一個新的這個c language OK 不過如果你已經有一些c 或是c++ 的這個language的基礎的話 那要學這個javascript 其實是還蠻簡單的 只是有一些tricky的地方 要注意一下 那javascript顧名思義 你可以看javascript 對不對 它其實前面有個java 它的時空背景的情況之下呢 它其實語法呢 整個跟java很像這樣子 好 所以其實你學javascript 在某種程度上 你要switch到java 會變得非常簡單 好 那它跟java唯一的不同 就是 不是唯一就是說 跟java比較明顯的不同呢 就是 這個javascript 可以支援functional programming 那java呢 它by default 並不是functional programming 不過這件事情到java8之後呢 它有一些改變這樣子 java8有一些浪打的這個功能 不過這個基本上 你可以想像 就是說 javascript java 或是c cplus plus python csharp 這些語法基本上就是說 其實概念上就差不多是一樣 所以你學會一個language 你要switch到其他的language 其實都還蠻容易的 好 OK 那我們這邊就插一下題 我們來講一下javascript 就是說 剛剛這樣聽起來好像就是說 JavaScript是一個general purpose language 可是它只能讓在browser OK 其實很多人印象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 JavaScript看起來還蠻powerful的 那 可是它只能讓在browser 因為它是client side language 好 那這個印象其實是錯的 好 那在這個2009年呢 有個很有名的project 叫做node.js 對不對 這個是你今天看這個slide的第一個看到的web page 我們就去查node.js 對不對 這個node.js呢基本上是一個javascript的container OK 也就是說 它是一個環境 讓javascript可以run在上面 那這個container呢 你可以在liners寫一個container 你可以在這個windows上寫一個container 你可以在mac上寫一個container OK 所以你在不同的平台有那個container之後 你就可以在那個平台上執行javascript OK 那這個container 就是node.js的主要目的 這個project的主要目的 OK 所以 node.js誕生了之後 這個project 受到很大的這個關注 那也使得這個javascript 原本只能run在browser裡面 現在呢 你只要linux上面有node.js 那你就可以run javascript在linux上面 OK 你如果在你的手機上面 有node.js OK 的這個environment 你就可以在手機上面run javascript OK 可以嗎 事實上我們這學期 這個最後要學的這個react native呢 它基本上就是利用到了node.js 的一個project 所以這個javascript呢 現在是這樣 以前的話 以前的話你在clineside 在寫一些比較複雜的code的時候 你要用javascript 在server side呢 你有很多選擇 你可以用這個c 可以c++ 也可以用java 也可以用csharp 也可以用python OK 那現在多了一個選擇 就是javascript 然後你在手機上呢 手機上傳統來講呢 javascript根本不是一個選擇 對不對 因為在android上面 你可以用的就是java 那在這個iOS上面 你可以用的 要嘛就是objective-c 要嘛就是swift 對不對 不過呢 因為有了node.js之後呢 所以你也可以在mobile上面 用javascript來開發mobile的程式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以web development來講 廣義的web development 不至於限制於這個網頁 如果說是app development的話 那是multiple screen的 那這個時候 javascript是一個language 你可以同時用來寫網頁 也可以寫什麼 server上面的code 在server上面的 處理這個request handle這個response 這些code 你也可以用來開發mobile app OK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關係呢 javascript在近幾年來 它的這個popularity 有爆炸性的成長 好 你可以看到 這是下面我這邊 這一頁秀的是一個數據 是在github上面 去年的這個poor request的次數 OK 那你可以看到 javascript呢 它的poor request的次數 還有project的activeness 遠遠超過其他的language OK 那當然這件事情是 是只有在github 你如果說在其他 不見得是說 在每個domain javascript都很popular OK 那至少在github 因為github基本上就是一個 一個很close to web development 的一個環境 所以你這樣可以想像到 其實在現在 現在好在這個 近幾年的這個web development 其實javascript的popularity 是遠超過其他的language 主要是因為它很划算這樣 你學一個呢 就可以run在三個平台上 三個三塊 三個part 一個網站的最重要的三個part 你都可以用一個language 就完成這樣 OK 那好 這邊就是我插題一下 講一下這個javascript 那這邊你看到這個小小的字 這邊有一個什麼 綠色的97 63 這個就是跟前一年 比較的這個成長率這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 overall來講呢 每個language在github上面 它的pool request都提高這樣 代表是github成長速度也很快 那再來的話呢 是你可以看到javascript的成長速度 有超過其他的language OK 好 所以這邊呢就是 summarize一下 就是目前的javascript 跟其他language 所以你如果要用來做這個web development的話 好 那你可以看到的是 這個 它能在這個popularity上面 好的的差別 那主要它是有原因的 好 那講完了之後呢 我們現在summarize一下 好 所以我們知道的是 web development有分server side 跟client side 對不對 好那client side呢 你需要知道的有三個language 一個呢就是html 好它掌管structure跟content 那第二個呢是css 它主要掌管style 對不對 就是這個你的visual looking 好那第三個呢就是interaction 那這個部分是javascript 好那為了要更這個讓各位很清楚的知道 他們三個之間大概分別的指掌是什麼 好那怎麼樣運作 互相互相運作 好那我們可以藉由一個project 好來來來看 看一個example 實際的example 好那這個project叫做hellohtml 這個已經在各位的這個gitlab上面 好所以你可以把它checkout下來 然後看一下 好吧好那 我們就實際操作一次 好比如說 你如果是mac的話 你可以去你的這個mac上把terminal打開 OK打開了之後呢 這就是這個mac的terminal 好那如果你是windows上面的話呢 那我希望在這個這個之前的助教課 你們已經學到了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就是gitbash 對不對 好那這個gitbash呢 你也可以把它打開 那它看起來就像是一個terminal OK 好那不管是gitbash 在windows上面的gitbash 或者是mac上面的terminal 或者是linux下面的commandline OK 那基本上呢 我假設你們看到的東西基本上都是一個commandline system 是based on bash的 OK 好那 我們來操作一下吧 這個就像你在操作linux 比如說我現在在 我現在登錄的這個帳號是brandonwu 好那我現在在的目錄呢 是這個我的個人的home directory OK 好那這個操作很簡單 比如說我可以下ls 我就可以看我現在有哪一些資料夾 對不對 clear就把我現在的所有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之前的這些output 都clear掉 對不對 好那我可以cd 好那我們現在 我現在切換到這個這個一個 softwarestudio專門的目錄 在這個 這你可以自己放好不好 比如說我放到我的sdcard裡面 裡面的softwarestudio OK 好那這個這個資料夾呢 是我reserve給softwarestudio 給所有project用的 好我們看看裡面 好不好 裡面現在是空的 OK 好那我可以 好假設這個git 我已經裝好了 好那如果你裝好git的話呢 那你可以很快的把這個hellohtml clone下來 好那我們這邊就下一個指令 好吧 好OK 那這個東西呢 好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就是在我們 的gitlab的server上面 好然後這個是我們的group 對不對 就是softwarestudio 2017spring 好然後斜線後面 就是這個project的名稱 加上一個git ok 好那你按下enter之後呢 它就會試的去resolve它 然後呢把這個project clone下來 好OK 那clone下來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好所以我們得到了一個新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directory 對不對好 好那我們現在切換進去之後呢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裡面有什麼東西 好 好你可以看到裡面有一個 readme 對不對 點markdown檔 好這個是在所有這個gitproject裡面 好他們建議的就是 你在這個git hub啊 你開一個project之後 第一個要開的就是這個 readme 點markdown檔 對不對好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好除了這個以外呢 看到裡面有一個這個index.html 對不對好還有兩個資料夾 是不是可以嗎好 那這樣看起來好像有點麻煩 我們用一個editor把它打開 好吧 那如果各位熟悉這個atom的話 我們就切換到atom 這邊呢是一個分割畫面 右邊呢 左邊呢 是一個這個chrome的browser 那右邊呢 基本上就是atom的畫面 好吧 我們現在先到atom上面 然後我可以按右鍵 在這個tree的目錄底下 我可以按右鍵 我可以加project folder 那我可以把這個hellohtml 加進來 ok 那這樣看比較清楚 有沒有看到 在這個project裡面呢 好 那裡面呢 有兩個資料夾 分別是script 跟styles ok 那裡面呢 有一個index.html ok 那還有一個reme.markdown reme.markdown 基本上就是告訴你這個project在幹什麼的 那基本上是markdown的格式 這markdown非常好學 你隨便去這個網站 你google一下markdowntutorial 就可以找到一些 大概五分鐘就可以學完了 好 那這邊我們不講這個 好 我們今天主要講html 還有css 還有javascript ok 所以你看到三個重要的檔 一個是html ok 好 那我們剛剛講過html 是用來幹嘛的 是用來定義這個文章啊 或是wattpage的內容 以及結構的 對不對 好 好 那css呢 是定義這個文章裡面的內容 或是結構要長的是什麼樣子 對不對 那javascript呢 是跟user互動 可以嗎 那我們先把這三個都打開 好不好 我們把man.cs也打開 把javascript也打開 好 那我試著去load這個index.html 好 在這個browser裡面 我們看看這個page長的是什麼樣子 好 你看到的是一個 就是 非常非常 這個 類似hellowall等級的這個網頁 對不對 好 你可以看到它的上面呢 這個type呢 叫做hellowhtml 好 這個是在哪裡的呢 這個我們切換到index.html 它其實是寫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hellowhtml ok 好 然後呢 你看到 這邊有一個this is a heading 對不對 你找找看這個index.html 大家會發現 這邊呢 出現this is a heading 對不對 然後this is a paragraph 就放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然後show color 這邊有個button 好 有個按鈕 叫做show color 你發現這邊也有一個show color ok 所以發現說其實這些內容呢 不管是title還是裡面 基本上都定義在html ok 好 那你說h都定完了 那我還要其他的這個檔案 我要css跟javascript幹嘛 好 我們可以看一下好不好 比如說快速的看一下 比如說像css的話呢 你會發現呢 它定義說 某個東西呢 它的顏色要是灰色的 我們看哪個東西是灰色的 你會發現heading這個東西是灰色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切換到html 看一下好不好 看到html 你看見this is a heading 它的左邊跟右邊 被一個tag包起來 對不對 這個tag叫做h1 有沒有 好 然後你看一下這個css 這個css告訴你說h1 然後後面有個括號 對不對 然後告訴你說color 而要是灰色 ok 所以你發現它的顏色是灰色 然後它的文字的align 就是對齊呢 要往中間對齊 所以你發現的這個文字呢 是靠中對齊的 ok 可以嗎 可以好你也發現 這個css有定義了button的一些 這個attributes 然後是控制這個button 要長的是什麼樣子的 ok 依此類推 好 那 你到這邊就可以知道 其實css就是去 去這個看看 定義就是說這個網站裡面 這個html 我定的每一個這個這個 這個內容的部分呢 要是長的什麼樣 對不對 那javascript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javascript 看起來就很像code 對不對 那這邊我們告訴你說 假設這邊有個object 叫做window 然後呢 它unload的話 那這邊我pass給它一個function 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對 可是這個function 反正我們就知道function是什麼嘛 就是你可以code的東西 對不對 然後這個function裡面 寫成是這個樣子 ok 那這邊就是在寫code ok 好 那我們來 稍微把這個視窗 arrange一下 好吧 我把這個treeview關掉 這樣我們比較大 好 然後我把man.css 往下拉 好 可以嗎 所以我們這樣比較好看 好 好 ok 所以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一次看到html css 跟javascript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 比較仔細的看一下就是說 他們這三個是怎麼樣交互影響的 好不好 好 好 我們先首先來看一下這個index.html 好 你會發現這個index.html呢 好 第一行 是一個tag 這個中括號 這不算中括號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這個 大與小於之間的這個 這個 內容 這個 從大於 從小於到大於這邊呢 好 那 基本上代表是一個tag 這樣 好 那第一個tab 他是定義 document type ok 好 然後這個document type前面有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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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特殊的字 這個不算是html 這個是給你的browser看的 ok 這有點像是那個 你在c裡面 給compiler看的 的東西 ok 他不算在c裡面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顏色是灰色的 好 並沒有被 被color起來 ok 好 那你不寫沒關係 但是你寫了之後呢 browser會比較知道說 下面你在寫什麼 好 那這個告訴browser 這樣告訴browser什麼事呢 這樣告訴browser說 ok 以下呢 這個東西呢 是一個 html5 的document ok 是最新版的html 我們在html 現在有 有4 有5 對不對 這個html5 是現在的主流 所以 基本上你寫這一行 就告訴他說 下面這個東西是一個html5 的document 好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tag 接下來就開始是html 好 這個tag呢 有分成兩個部分 好 我把這個內容 我先 先卡掉 我們重新寫 好不好 我們自己寫一個這樣 好 這個是 最基本的html 就不要 不要有任何的內容 好 好 那這是什麼呢 第一行 告訴你說 是html 對不對 可是你看到最下面有對應到html 對不對 ok 所以其實html呢 好 它可以 像這樣子一樣 是 single tag 它也可以是 有一個open tag 有一個close tag ok 然後在這個open tag 跟close tag 之間呢 我還可以加其他的child tag 可以嗎 可以 好 我們看一下html有哪些child tag呢 它有兩個child tag 一個是head 有沒有看到 一個是head 一個呢 是body ok 好 所以一個html 它至少會有兩個 其實就是兩個而已 就是兩個 可以有兩個 這個 這個 這個child的tag ok 或是你可以稱它叫做element 好 那 第一個element就是head 第二個element就是body ok 可以嗎 這樣看得清楚嗎 好 那head通常是幹什麼 head的這個 這個element 裡面還可以有自己的child element ok 那head主要定義的東西呢 不是用來呈現在網頁 ok 而是告訴 這個browser 也是一樣好 就是告訴這個browser 說怎麼樣呈現 body裡面的東西會比較好 好 那body裡面的東西呢 就是真的會出現在這個網頁上面的東西 ok 那 我說head裡面的東西不會出現在網頁上 除了一個 例外以外 就是title title不會出現在內容的區域 可是還會出現在tap的title上 ok 那head還可以定義其他的資訊 讓browser呢 去呈現你的body的時候可以呈現得更好 這樣 好 那我們先 把這個document回覆成我們checkout的樣子 好 所以 那我們現在看body好不好 title這邊的話我們就等一下再看 我們先看body 好 那body這個 這個tap裡面的所有東西 基本上就決定了你網頁 這個區域白色這個區域內容有什麼 你可以看好如果今天我把它 把這個 把這個 把這個body呢 全部 幹掉 然後呢我重新reload page 你會發現什麼東西都沒有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回來 我們把東西加回來 好 那body裡面我可以寫什麼呢 好 啊 我們等一下再講好不好 好就是 等一下再講html的時候 我們再細講 好 那 這個body呢 好 你可以看到至少 好 它有一些 好 child element 對不對這個child element呢 可以是h1 也可以是h2 好 可以看看 把它弄回來 好 那我可以 我可以把它變成是h2 OK 那你發現 這個字就變小了 對不對 好 好 那我們先不要講detail 把它回來 好 那也可以定義一個paragraph p就是paragraph 所以這邊有一個paragraph OK 好 那這邊有個button show color 對不對 然後你告訴它這個叫做button 可以嗎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h1 p跟button 好 基本上你知道它其實是有意義的對不對 OK 你就定義它說 這個 叫做heading 而且它是第一層的heading 就是最大的heading 那我們剛剛看到 如果變成h2的話 就是第二層的heading 那字就稍微小一點 這樣 OK 好 那你說為什麼一定heading2要比較小 那這沒有一定 你在css 你可以把它改掉 你可以把它改成h2超大的 那h1超小的 沒有關係的 但是這個html 並沒有定義說它要怎麼呈現 它是定義說它的結構是怎麼樣 OK 所以h1通常代表的是最重要的heading OK 看起來可以可大可小 但它代表的是主要的heading h2代表的是次要的 h3代表的是次次要的 那可以一直到哪裡 可以到一直到h6這樣子 OK 好 那p代表的意思呢 就是paragraph的意思 好 那button的話呢 就很明顯的告訴你說 我這邊要定義一個button OK 可以嗎 好 那這個細節我們之後再講 好不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html 你現在知道了 就是它的內容在這邊定 然後定義的時候呢 就是有左邊右邊這兩個tag 一個closingtag 一個closingtag 然後這個opening跟closingtag 基本上都有它的意義對不對 那這樣你就可以定義一個網站的內容 OK 好 那接下來這個定義完內容之後呢 那我們要怎麼樣連到這個css 讓css它的定義 可以apply到我們定義的內容上面 其實關鍵在這一行 就是第九行 OK 你可以發現呢 我在html的head裡面 我加了一個叫做link的element 對不對 這個link的element呢 並不是pair 它沒有close 沒有opening跟closing 它就是一個single的element 好 那可是這個element呢 它基本上它代表的是link 然後link到哪裡呢 它link到 相對位置 相對於這個html的相對位置 就是style那個資料夾 裡面的css 對不對 好我們把treeview打開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html現在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對不對 那style斜線mcss 就是這個檔案 對不對 可以嗎 可以齁 好 可以把它common掉 那這個時候我再refresh 我再refresh 我沒有save 我把它common掉 然後再refresh我的網頁 好你會發現 其實我剛剛 我剛剛定的顏色就不見了 對不對 好那default的這個呈現方法 就是我browser決定 這樣子 可以嗎可以齁 所以發現這個字也不是灰色 不是自中了 這個button就是最普通的button ok 好那我把這一行 加回來的話呢 好那你發現 這個我的 我帶的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 css 就可以去改他的visual looking 對不對 好 那css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他做的事情就是告訴你 說 你如果把它連起來的話 藉由這個link把它連起來 那css 就告訴你 這個document 在body裡面 所有的h1 它的color 都要是灰色 ok 所有的h1 ok 這個代表是所有的button 都要用下面的這種方式 比如說 他的border 都要是0 這樣子 好就是都不可以有邊框 這樣子 好然後 border的radius 就是border的轉角呢 好 要4個pixel 所以他會是像這樣 圓弧造型 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如果今天把它改成是0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你會看到這個 這個button 他的轉角就很硬了 有沒有 好 那我可以把它變大 比如說我可以把它變成是 8個pixel ok 那你看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button 就更圓滑了 對不對 好 所以他這代表是所有button 可以嗎 所有button都是這樣 好 那 呃 除了這個以外呢 現在大概就知道 就是說 css 他可以apply 這個 這個 不同的這個element 不同的這個visual looking 就是每一個都是一個visual looking 對不對 好 ok 那除了這個visual looking以外 那我們剛剛講還有另外一個啊 就是javascript 對不對 那javascript 他掌管的是interaction 那什麼是interaction呢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這邊有個button 對不對 好 這個button呢 基本上其實我用javascript寫成是什麼 寫成是說 如果這個button被按下去之後 那我就把這一個網頁的背景 隨便給一個顏色 可以嗎 好 我們來試試看好不好 比如說我現在按一下 按一下之後 ok 所以 顏色變了對不對 我再按 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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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按 我一直按 他就是不斷的 每一次在我按的時候就是 給一個random color 然後 射成是這個網頁的背景 可以嗎 可以齁 好 好 這沒有多漂亮 不過這個大家將就一下 反正我們現在還沒有要討論這個csl 讓大家知道一下 JavaSuite可以幹嘛 這樣子 好 所以 第一個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那你怎麼讓這個HTML 跟JavaScript連在一起 讓他知道說 這個某一個JavaSuite 我寫的這個檔 man.js 他要apply到我的HTML上面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HTML 好不好 這個HTML你往下拉 到body的最下面 ok 你會發現在body的最下面呢 我加了一個script 對不對 好這個script 那這個script裡面呢 我有告訴他說 這個script的type 這個script叫做javascript 那可以有其他的script 比如說 type script 那這個我們不講 我們就只講javascript 好 那這個javascript裡面 它的source code 要去哪裡 download 好 那這個時候你就告訴他 相對於這個HTML的位置 底下 the script這個資料夾 the main.js ok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treeview 你看相對於這個HTML the script這個資料夾 the main.js 可以嗎 可以 好 那這個時候你加來這邊之後 那 基本上 你的browser就會知道說 好 那我們要去load這個javascript 然後去執行這個javascript 可以嗎 好 那在講javascript之前呢 我先回答一個同學常見的問題 就是 那老師為什麼這個script要寫在body裡面 為什麼不像css一樣寫在這個head裡面 好 其實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這個script呢 你可以寫在head裡面 也可以寫在body 好 其實以這個html的standard來講 兩種都可以 那比較好 比較常見的做法呢 是寫在body的最後 為什麼呢 其實是這樣子 通常這個javascript 如果你的網頁 不是這種所謂的教學網頁的話 通常html 跟css 跟javascript 最長的code 通常都是javascript OK 而且這個長呢 可能長到非常非常長 OK 它可能是有 一點 這個需要時間 才可以load下來的 可以嗎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你把第21行 寫到上面 在head的時候 OK 那這個時候 你會發生一件事 就是browser呢 它開始一行一行的 跟server接收東西 然後接收到什麼呢 它就呈現什麼 所以如果你把這一行 寫在這個地方 OK 那這個時候呢 它在執行第10行的時候 假設你這個javascript很大的話 那 它就沒有辦法去執行下面的程式了 OK 它就花時間在load它 這樣子 OK 那花時間load它 會有什麼缺點呢 就是 你的程式看起來就卡住了 OK 所以 通常我們會希望的是說 那我的 我的 我的網頁的盡快的 可以先呈現給user OK 所以 我把 這個header呢 那 這個 這個style呢 先load下來 這因為我要呈現 給user看 所以visual很重要 然後內容也很重要 對不對 然後內容 內容跟 跟這個visual effect 都load的完之後呢 好 那這個時候user可能就開始看了 這樣子 可是開始看它不見得會馬上按這個button 所以在它看的這段時間呢 你才平行的去load這個script 可以嗎 那這樣會造成 這個比較好的 這個整體的 user的觀感 就是覺得你這個網站比較不會load的很滿 OK 那這個技巧 如果當你今天你的javascript比較大的時候 或是你有用一些javascript的library的時候 那那些library可能是佔了一定的空間的 那這個時候 這個技巧是 碰到把script放在body的最後是比較好的 可以嗎 當然你也不用這樣 以這個case來講的話 其實這個javascript非常小 才極行扣遠 那你放在head底下 其實是沒有差的 好 OK 那這邊就回答 這個通常學生會問的問題 好那我們現在move on到下一個主題 好不好就是看看javascript會是什麼 好 好 Javascript剛剛講就是說 它基本上 我們現在把它link起來了對不對 所以大家知道說我要執行這個javascript 對不對就是load完 load到這個第21行的時候 你的browser就會試著去load javascript 這個file 然後load完就把它執行起來 好 那執行它執行什麼東西呢 回想一下 我們這個javascript基本上是要告訴browser說 我要在user按下一個button 按下這個button之後去改變這個畫面的顏色 對不對 所以首先呢 這個code就要先把這個button找出來 OK 那怎麼找出來呢 好 這邊其實同時要改到html跟javascript 好我們來看一下 在html裡面呢 我們在寫button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我這邊 在button後面我不是馬上就寫一個 這個大語的符號 我在後面呢 我空了一個 那我給它了一個所謂的attribute 就是id等於button 有沒有看到這個 OK 這樣子的寫法呢 告訴你說這個button 它其實是有id的 OK 它的id就叫做btn 可以嗎 好 那一個page裡面 好 這個id 你可以把這個 你可以讓這個pe有id 這沒有問題 OK 好 你可以給它寫成是pe 這個叫做第一個parallel OK 你一個body裡面的這個page裡面 你可以 不同的element都有不同的id 可是有個規則是 這些id不能重複 OK 比如說你這邊如果給它是一個btn的話 那這邊呢馬上就告訴你說其實沒有error OK 好這個button不能重複 OK 這個id一定要是unique 可以嗎 好 那 到這邊為止呢 我就知道 如果我要找這個button的話 因為id是unique 所以我就可以藉由這個id找到這個button 對不對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這個javascript 好 這個javascript要做的事情 我不講細節 好不好 我講就是從字面上你可以看到它的意思 就是 當我今天這個window就是這個window代表的就是這個視窗 這個視窗呢露的完了之後 OK 所以browser會試著露這個視窗對不對 就是露這個html 所以這個html跟這個視窗都露的完之後呢 然後我給它告訴他說露的完之後我去執行一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做什麼事呢 好 好這個方形是這樣 這個方形是我去這個document裡面 藉由id就是這個btn 你們看這個btn在這邊 好 去document裡面 我把這個btn這個id所代表的element 拿出來 OK 然後放到變數variablebtn底下 OK 所以這個btn是 就是這個button 就邏輯上就代表了這整個button 可以嗎 所以document代表的是這個整個document 然後我getelementbyid 就是給他一個id的stream 就是給他這個 OK 然後給他完之後我就拿到這整個 這整個button 然後把這個button呢 再加上當成是btn這個變數 可以嗎 紅色的btn 可不可以 可以齁 好那到了btn之後呢 接下來幹嘛 還沒有做完喔 我現在只是把它選出來 藉由id選出來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希望是怎麼樣 我希望是 當我現在被按的時候 我可以變顏色對不對 好 所以怎麼變顏色呢 這個button 這個button 每一個htn的button 好 在javascript裡面 他都可以去註冊 所謂的event listener 什麼要說event listener 就是今天這個button user可以跟他互動 對不對 怎麼互動 比如說可以去按他 那可以用左鍵按 可以用右鍵按 對不對 可以嗎 好那 如果我們今天我care的是 他左鍵被按下去 然後我希望告訴他說 左鍵按下去要去做什麼事 那這個時候我就可以 對這個button 去註冊一個event listener 這個event listener 你可以看 他其實是call了一個function 對不對 從這邊到這邊結束 ok 然後你要給他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 是告訴你說你要註冊 什麼event 那這個時候你希望註冊 是click event 也就是用正常的這個 左鍵click的event ok 那這個左鍵click的event 如果發生的話 那你希望 執行什麼call 那你後面告訴他說 如果發生的話 請執行這個function ok 那這個function你就寫給他了 那這個方法做什麼事 他其實就是一個function 沒有名字的function 然後裡面的call 就執行這行程式 那這樣程式是什麼 這樣程式就是 我去document裡面 把document的body抓出來 就代表了這整個 ok 從這邊到這邊 ok 就把他的body抓出來 然後這個body裡面 我可以去改他的style 就我進到style 這個attribute裡面 然後在style裡面 我去看他的background 然後這個background呢 我隨便generate一個color給他 ok 那這個color不重要 在寫在下面 這個就是一個function 然後他會 output一個random color出來 然後把這個color的字 set到這個body 他的style 裡面的這個background 這個attribute ok 那你先set進去之後呢 那這個網站的背景顏色就變了 可以嗎 可以好 所以其實 如果你現在覺得這個 這段code 看的似懂 非懂 這是沒有關係的 這很正常的 那我只是要告訴你的 是 給你一個overview 大家看一下說 html 然後 css跟java script 他們三個 大致上 各自是怎麼樣 達到他們分別 我剛剛講的功能 怎麼樣去define所謂的content 那怎麼樣去define這個visual effect 或者style 那怎麼樣去做到 跟user interact ok 然後最重要的是 他們三個是怎麼連在一起的 跟他們連在一起的方法呢 就是在這個html裡面 加一個link 到css裡面 或者是 加一個script 的tag 到你的javascript裡面 那這樣子的話 這三個部分就連在一起了 ok 所以你的browser 就會知道說 這個東西要apply到你的內容 這個東西要apply到你的內容 可以嗎 可以齁 好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 這個 這個 所謂的client side 或是frontend development 就是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之後再學 就是 怎麼樣去寫這個東西 寫html ok 把內容呈現出來 怎麼樣去寫css 讓他變好看一點 然後怎麼樣寫javascript 讓他可以變成 跟使用者可以互動 可以嗎 這就是 這個frontend development overview 好 那這個 在結束這個章節之前呢 這邊有一個小問題 就是 我們可以看一下head 好不好 這個head呢 好 我們剛剛講過了title 我們剛剛講過了這個link到css 對不對 這兩個東西我們已經知道 你會發現上面有三個meta tag 這個不知道在幹嘛 好 這個是這樣子 就是說 如果今天在head裡面 你看到meta的話 好 基本上這個就是 給browser看 ok 好 所以你給browser 看什麼 你告訴他說 我這一份文件 比如說這個meta character side utf8 告訴你是 我的這個html 我在存的時候 我用的encoding 是utf8 ok 在網頁裡面 非常常見的 就是utf8 你很少會用asci 做encoding 原因是因為 這個utf8如果今天是存英文的話 其實跟asci 是一樣長 對不對 可是他有個額外的好處 就是他可以存 不是asci 的code 所以你有寫中文啊 英文啊 韓文啊 德文啊 法文啊 基本上用這個character set 其實就可以了 ok 所以這個通常我們都會用utf8 所以你告訴browser說 你用了哪一個encoding 來存你這個html 可以嗎 好 好 那我們再來看第三個 好不好 第三個 第三個是meta http equivalent 這個告訴你什麼呢 這個東西其實 你其實不用太理解這個 這個基本上就是告訴你說 這個細節不重要 可是告訴你 這行code是加給 IE看 就是internet explorer看 ok 好 那講到這個的話 可能有些人聽到IE 就還蠻敏感的這樣子 那 有些人可能不大喜歡IE 對不對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 那 不過anyway IE的話 從IE6 一直到IE7 一直到IE8 一直到IE9 對不對 大家可能都知道的是 這個 舊版的IE呢 在支援這個web standard的時候 可能就implement都不太完全 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知道IE6呢 其實是非常惡名昭彰的 其實還有人寫一個網站是 等著IE死 就是IE6的countdown這樣子 就是countdown他什麼 看當他什麼時候會死掉這樣子 好 所以就知道有些網 這個web developer多麼討厭IE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IE在過去其實對標準的支援不高這樣 好 所以有時候這種寫法呢 其實大家都可以 就只有IE不行這樣 好 那這邊的話是這樣 其實IE的話近幾年來 在 IE11或者是IE的這個Edge 就是最新的這個browser 那 在這個標準的這個符合上面 就improve蠻多的這樣 好 所以呢 基本上你加這行code 是要告訴IE的browser 這個就只有IE看得懂 然後IE會做會有什麼解讀 他就是說 如果今天你的browser 你看到這一行 然後你是IE的話 那請你用所謂的Edge mode 就是用最新的引擎 來呈現這個網頁 可以嗎 好 那如果你是Edge的話 你就用Edge的引擎 就不要用什麼 backward compatibility mode 這就是這個意思 可以嗎 好那你說 老師那我今天如果不是用IE的話 我是用IE9的話 怎麼辦 好那這個時候他看到這個 那他就會用最新的引擎 那就是IE9的引擎 可是他至少就不會用 IE8的Compatability mode 或是IE6的Compatability mode 來顯示這個 OK 那你的網站會對的機率也比較高一點 好不好 OK 不過我是非常建議就是說 反正你們是web developer 或者你們現在正在學web developing 至少你們如果真的favor用IE的話 升級一下到Edge 因為他對標準的支援會比較高 那如果你是用Chrome的話 或是用Mozilla的話 通常這個問題就不大 這樣子 好 或者是用Safari的話 基本上就不大 好OK 那最後的話我們就來講 第二個Meta 這第二個Meta就很重要 第二個Meta比較長 我把它拉長一點看一下 這個Meta是這樣的 他定義的 他也是給browser看 因為Meta就是給browser看 但是他告訴你說呢 這個browser 請你把你的viewport 設成是device width 就跟device的寬度是一樣的 然後不要幫我隨便縮放 這什麼意思啊 好OK 其實這個是有歷史淵源 就是說呢 這其實是牽涉到手機 就是我們知道在古代 我說的古代大概就是五到十年前 就是我們的網頁呢 那個時候的mobile device 那時候iPhone還沒出來 然後那時候你可以想像 大家都要用Nokia那種手機 那個螢幕都很小 所以沒有辦法在上面寫什麼GAM 然後寫什麼網頁啊 什麼沒有辦法 所以那個時候大部分的網頁 其實都直接就是設計給大螢幕用 就是桌機上面用 那個螢幕的size就跟手機差非常非常多 OK 那在以前的那種網頁 所以那個時候 如果是那個年代設計的網頁的話 他其實是沒有考慮到 手機上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OK 所以有些網頁呢 就直接他會假設說 喔 我這個網頁 比如說我們看這個網頁 這個網頁呢 它的寬度至少要有480個pixel OK 因為我的內容呢 你這樣說的時候 說說說說說說 說到最小就是480個pixel 他寫的時候就是這樣寫的 你懂得知道 他在CS設定的時候 就是說 我的這個內容 這個寬度呢 最小不會小於480 可是 隨著這個 Mobile phone的普及 你現在拿一隻手機 你就真的有可能 在看這個網頁的時候 它的螢幕寬度就小於480了 對不對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是這樣子 我們來看到 回過頭來看我們的這個 這個網頁 那個這個slide 好 這個就是一個古代的網頁 然後它的這個假設呢 它的這個網頁最低的寬度 就是480個pixel 可是呢 他開啟的時候呢 只是比如說 我隨便講 在270個pixel寬度的 Mobile device上被打開 那這個時候呢 你的browser 他會很聰明 自動的切換到 Compatibility mode 這包含Chrome 也是這樣 他做的事情是這樣 他會知道說 完蛋了 你的這個網頁 當時在設計的時候 是假設480了 對不對 可是現在只有270 根本放不下 那怎麼辦呢 那放不下的情況之下 我要把它切斷嗎 還是要把它縮小 讓user看到全貌呢 那大部分的這個default behavior 這個browser呢 是覺得說 好啦 與其讓你在那邊切斷 然後 還要在那邊左拉拉 又拉拉 我不如就把它自動縮小 這樣子 所以他就把 480 直接等比例 縮成270 懂意思嗎 然後裡面的內容呢 原本很大 就照著變成 從480 downscale到270 然後等比例的縮小 所以等比例 所有造成什麼結果呢 就是你的所有東西 通通都縮小 可是可以放到螢幕裡面 可以嗎 可以齁 那放到螢幕裡面 這樣做非常簡單 因為這個對browser的implement 來講呢 這樣做就簡單 因為我就等比例縮方 然後呢 一方面又可以讓user 看到這個網站 整體的面貌 這樣子 可是 你仔細想一下 如果今天我不只是要看他整體的面貌 我是要看他內容在寫什麼的話 那你就看不到了對不對 因為這個字就變 等比例的縮方 你就變得這麼小了 OK 所以你有時候在看一些比較舊的網頁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種網頁 用手機看的話 你會發現 怎麼一下子切換這個網頁的時候 那字忽患患變得非常非常小 這樣 可是在桌機上看就可以 那原因就是因為呢 這個你的browser呢 或是你那個網站呢 它設計的時候沒有考慮到 mobile device OK 所以你的網站呢 會自動apply downscaling OK 好 然後讓你的網站的這個 最小寬度 跟你的螢幕的最小寬度 是一樣的 好 這個通常 結果就是 沒有辦法 讀這個網站 OK 所以我們活在這個2017年 至少活在21世紀 那 基本上 這一行 就很重要 好 這行是什麼呢 這行基本上是 告訴你的browser說 好 你的viewport 把我直接設成 device一樣寬就好 好 什麼是viewport呢 viewport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個你的網頁的最小寬度 OK 好 請你把我的網頁的最小寬度 直接視為是device的寬度 OK 好 你不要幫我等比例縮放 那縮放的比例呢 是1.0 就是不要幫我縮放的意思 可以嗎 可以 所以藉由這一行呢 你就可以告訴你的browser 說 我的這個網站呢 要縮放什麼 我自己會控制 請你不要沒事隨便幫我縮放 可以嗎 好 那 你會得到什麼結果呢 所以 同樣的網站 如果你加了這一行 跟沒有加這一行 你如果沒有加這一行的話呢 它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如果有加這一行的話呢 它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這樣是不是可以好讀多了 對不對 你的字啊什麼的 看起來就跟桌機是一樣 你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image的size呢 也比較像是正常的 你會預期的狀況 可以嗎 可以好 好 那當然啦 你如果不仰賴這個browser 幫你說放的話 好 那當然你有機會可以得到這樣子的圖 可是還是要需要你仰賴 你自己在寫這個HTML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注意到 你寫這個HTML呢 基本上是可能看的時候 會有不同的寬度 OK 好 那the device 在看你這個東西 所以你必須要你的這個 這個網頁呢 必須要呈現在各式各樣不同的size的螢幕的時候 都要是 你覺得是對的 可以嗎 那這個考慮 這就是說 我在設計這個網頁的時候 我考慮到所有不同 可能看到這個網頁的device的size 那我都可以呈現對 這個就叫做所謂的responsive design 或者說你的這個網頁呢 有所謂的responsiveness OK 所謂的responsiveness 就是你的螢幕呢 變的時候 那你的內容呢 可以因應你的螢幕的變化 而自己去調整它的layout 它的排版啊 什麼的 可以嗎 那甚至在同一支手機 比如說你看我們在手機上 你可以橫著看 你可以直的看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基本上responsiveness 就很重要 可以嗎 好 OK 所以 基本上我們大概就給一個overview到這邊 那這個就是frontend的development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講這個html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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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